在去年西藏的旅行中 我的小曼遇到这种特别烂的路 就速度就上不来 然后有一次申哥在后面跟我说 看到我的车厢摇摆特别厉害 然后去年还出现过马桶被摇松掉 然后那个抽屉的那个扣子也被摇掉过 所以说了我决定把我的房箱做一个装置 让它的摇摆减少 然后呢一方面可以增加我在这种烂路上的速度 然后再增加一定的驾驶的舒适性 好我还在一个视频里面看到这个阻力的这种装置 这个其实蛮值得学习的 我就是看了这个视频以后 就下定决心给我的房车打着一个减少方向摇摆的一个设备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房向我们用人力摇摆 就是用人在上面摇它能摇成什么样子 其实这个只有在路上可能摇摆的可能三分之一 五分之一可能十分之一都没有的一个状态 看得出来这个车向的摇摆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说我要把它装个设备 让它的摇摆尽量轻轻 或者是有摇摆以后呢 很快就把它摇摆的能量吸收掉 让它的功能结缓增加走烂那个时候的舒适性 这个叫房箱房箱的房子它摇摆的一个阻力器 我到时候会把它装到这个位置 会把它装到这个位置 我现在已经在画图了 我把这个激光气候的配件做好了 这个简直学的是我一个大哥 我的一个大哥做给我的 这个点灵器是给国内那个叫清风 并且有车的 这个点灵器你拆到成一个 这点灵器要一圈能够成一个 它一场非常流略的 这个晚上我们就准备来装这个房箱的阻力器 这是做好的配件 我们为了让它这个空隙 被压缩到最小 我们连螺丝都是买的这个标准直层螺丝 这个中间都是圆柱子 它就不会有腹吸了 就非常精细 就装这个 这个活很难做 这个要把车的这个轮胎拆掉 才有位置能够电焊 我们现在用清净顶把车打起来 我们自己做了个铁凳子 把它电到车下面 电到车下面然后就方便不高 好开车门 放车上你把那杆子递给我睡到里面 我睡到里面 好窄会睡 那我们用天津铁和铁凳子 把那个轮胎离开地面 这把轮胎拆下来 拆下来才有位置去焊那个 焊那个耳朵的位置 有点费事 好了我们第一个轮胎拆掉了 放到这里 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位置 好 好 我现在用这个打磨机 把那个上面的那些油漆磨掉 这样子好焊心 这个位置很难 06下不下 是嘴巴 我们就晚上把那个防箱的阻力器的另外一边把它焊上去 我们再准备焊机这边再拆轮开 我们做那个脏的眼镜呢 没办法因为那个面罩头太大了 它伸不过去 我们拿这个眼镜就来 我这个银子好苦 活难做事难吃啊 来吧 每个韩国鞋每个枪都滴在里面 10点半了 我们那个底座焊网呢 半了有一个多小时 就两条缝 但是那个位置太小了太难弄了 然后今天网我们就不搞了 就马上就丢到这里 就这里明天来把那个 下面的耳朵还要装上去 装上去明天把前后轮把前轮一装 明天这个事就了了 了了后我们星期天要做个测试 我们在地上放点木头让它压过去 让车身摇摆 让车身摇摆起来以后了 然后我们再把那个阻力打开 再看一下这个对摇摆 有没有特别好的一些正面的影响 就让房箱 让它减摇嘛 然后今天我把那个专利公司的人也叫了 然后我们出了个草图了把这个专利申请了 反正也是蛮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这个底座 这个底座太难 位置太 太太太小 然后我们就是哑呼喊 哑呼喊要一个手送湿 一个手汗 所以说确实很难 好回家了 这个我的那个 那个车子的那个前面的加轮器 做 很快就可以 带上我心安的小木兔 出去玩了 回家 长成狗啊 还好 还好老婆不是很凶啊 老婆要凶的话 要打 要打过来 每天这个衣服都穿成这个样子 像鬼样的 回家回家 那些东西 都穿成这种 在这种东西 那么多 我会把你看到 对 还好 那些东西